新闻介绍来看是港医期的加百国社 北京各种各有三省国社的拖币球队 我们有第一次来参加在第19次 整个拖币球金票赛 经过三天相当劫力的赛典 分别来举到国社南东做冠军 各种南省做冠军和国社做的第五名 在北京的保持加百国社 华专门心记性到班军电影 一条头身体是亲自来威乐 既然有九人的辛苦 当时也来感谢他们为港医期进行 港医期加百国社北京各种和三省国社的拖币球队 在第19次全国拖币球金票赛典中开到 第一名还有第五名的好成绩 一条头身提前自主席班长 不要用九人和小孩坚持忙笑 不认输的精神为港医期认得共赢和赠金 大家这一次真的有史以来 第一次得到冠军 尤其得到双冠军 不但是我们国中得到第一 我们的加北国产 我叫谁狗第一 要代表台湾去到韩国比赛 是不是 是 加北有没有信心啊 有 不是你们啊 他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加北的选手们 喊一下有没有信心 太小了 太小了 这样的话是飞机票 飞机票要打折过一下 哈哈哈哈 对这个我们 加一市市长 努力大家准备这个出国的这个 金票的补助 那希望你们 吸引到韩国 能够通载他们 然后办法这个 这个标打回来 这个是会这样 在这一次的全国的 躲避球金票 塞党中同一期 一次就开到两座的冠军 两座冠军的对方 都是加北国小高年 林炫宇的主帝兵 到所调兴国中的救援 也都是对加北国小的躲避球队 收比业的好友 救援平衡时 在这高年的既得资亚 利用到早上 中午休息 还有加一个时间来练习 这一次在到全国冠军之后 加北国小的躲避球队 却没代表到台湾 增进到韩国的首尔 来参加两当一次 基本的 亚洲杯躲避球比赛 来调整更高的营资 指定途顺席 在北边的小三处继续 发肥到卡路的精神 为台湾来打拼 为港与市进攻 让世界可以看到台湾 发现自己 世心新闻王小三 港与市 蔡宏博都